帮你来看我的YouTube频道 Sanong Kaiさん 我是Kai 煮菜之前 我想要介绍 一个Super Food 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 Vitamin A and C 这个一个吃的时候 哦 很饱 对身体很好 但是一般来说 对身体很好的话呢 有苦 不好吃 但是这个非常甜 所以你们吃的时候 哦 很容易会吃 该不会减肥药吗 哦 我现在都要 我说 需要钱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Super Food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 这个 因为地瓜我们常常吃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地瓜的好处是在哪里 还有怎么种类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解释这个的部分 高兴胜 我问过这个是什么名字 还有他们名字学得比较厉害 他们说 一个是66号 74号 57号 还有73号 这样子 74号 57号 还有73号 这样子 所以 72号在哪里 哈哈哈 所以我看到 哎 这谁知道一般的 切的时候 哇 颜色 每个地瓜的颜色不一样 这样子的四个颜色 所以 这个 我觉得比较特别 这个 这四个颜色的话呢 我们会学 呃 不用问我中文 还有这个黄色的话 Mentacarotene 对 这个是 呃 太难了 中文 两个颜色来的时候呢 不同的颜色对嘛 所以营养也不一样 这个多吃的话呢 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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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 里面的糖 不会调整 对吗 这些的人 多吃这个的地瓜 好 我们这边已经整好了 我吃吃看 味道 韩国的话呢 我们这个 泡菜 常常吃了 泡菜 对 地瓜直接也可以吃 但是这样子 对 因为这个甜度对嘛 鲜度不够 所以这个鲜鲜酸酸的味道 进去 哇 好大一口哦 一开始吃的时候 没办法停耶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没办法 好酷哦 第一次你会试试看 第一次你会试试看 第一次小心要试试看 第一次你会试试看 第二次你会试试看 不相信我 好吃耶 汤汤要小心哦 汤汤要小心哦 真的你的感觉 台湾的感觉怎么样 是 哦 台湾的感觉怎么样 还蛮好吃的耶 因为它咸跟甜 对啊 对啊 这不是刚刚师傅讲过的吗 对啊 麻烦了 哈哈 所以韩国人说 苹果 或者泡菜 一次 地瓜一次吃的话 这个法律可能小一点 我今天想要做两个菜 现在一个韩国有很有信息 炸地瓜醋里面有七子的 哪个菜 还有一个是 也一样的炸的醋 但是会有雀雀的 这些的洋种 这不是气质球是有一个粉丝说的 对对 很多的常用水 对对对 我给会真粉丝 我找你 哈哈哈哈 这个气质加醋的话呢 先要外面皮要做 里面先热水进去里面 伯特进去一下 糖 再这样拌拌一下 在这边伯特跟糖融化了之后呢 糯米粉 还有麵粉 还有麵粉 盐巴 Baking powder 翻盘下 这样的感觉出来的时候 把保鲜盆包起来 吃上去以后大概三四分钟 冰箱里面休息一下 好 我们刚刚到外面的皮做了 所以里面的东西的话呢 其实你们喜欢的东西都可以放 但是现在韩国流行的话 有这个汽子 汽子进去里面 加醋拿出来的 这样的感觉 我常要整在里面的地瓜 所以加醋里面有 两种地瓜的东西里面放 我要放一点一点 也可以 喜欢的甜度不够的话 现在加一些糖 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需要的糖 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甜度够了 所以我都不要加油 这边已经三十分钟 休息好了的拿出来一下 还有这边的拿出来一下 还有这样的 England restrictive life 低瓜里面 气质混在一起的话 也可以 低瓜进去 做起司少一点的 一刻这样进去 所以做这样子做出来 所以现在开锡岁 participants 你先用这个这样子 吗 要多两个 这样子 然后在哪里 可是... 太多了 没关系没关系 多人都看你啦 OK的 很不好啊 你就失误的很凶喔 哈哈哈哈 这样放进去包一下 走 走 包 怎么走走走 那包 哈哈哈 哦 OK OK我找你 我也一样的放进去 就开始这样子 抓抓 抓不起来 你火雞烫来了 对不起 看起来也有 那我中式馒头 哪有哪有哪有 这个你要吃哦 不用给我吃 谢谢师傅 没有牛 谢谢 第二个炸的丑度部分的话呢 我要用这个 但是这个呢 你们看到这个吗 一根一根的这个 这个其实吃的时候对身体好 但是吃的时候口感可能有一些的口感 有的人可能会有不喜欢 这张的话呢 先用这个溜过一下 没有溜过也没关系哦 这个溜过之后 放微米粉 再来米粉 还有糖 还有水晶泡的 放放一下 你们这张的之后呢 大概这张的感觉 还有是因为每个家庭的真的喜欢 或者是地瓜的水分不一样 你们觉得我的recip里面 大概80%分进去 20%的话呢 你们看一下谁分多不多 刚刚好都OK 大概这张的感觉拿出来就对了哦 我没有闻点出 先保鲜目包起来 大概冰箱里的20分钟休息一下 这个也一样出来 来 这样做哦 这样做哦 这样做 这样做 这边的用这个用压一下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做 还有等一下要炸 你知道台湾有辣 QQ-Q-Q-Q吗 对 QQ-Q 骨抢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拿得很好吃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 很辛苦 呀呀呀 再按一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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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上起来的,大概140-150度左右 机器就马上上来,大概160度左右 还有一些进去,从间到中间,上来大概170度 170度到的时候,差不多了,开始炸 大概这样的也是出来的时候OK 我们第二个的菜也一样,这样的在进去里面炸一下 这个的话,温度高一点,大概180度开始一下 中间的时间就压一下,一个一个压一下 然后就会碰起来,一直要而要动哦 动之后就才有碰起来的感觉出来 不会到太高,这样的碰起来 可以这样这样 你课还没 你自己课 可以哦,低一点,低一点 OK 这就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个距离了 哦,看起来可以哦 也是出来哦 想不到这样可以啊 喂 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 我找到我的方式了 然后这样子,原地选择 哦 真的不要,不要那么配合我 没什么我觉得你很厉害的感觉 我觉得差不多耶 差不多啊 嗯 而且我 我觉得还不行 我 用手多了啊 那边,那边 那边 那边,那边 那边不分啊 那边不分啊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哦 哦,好啊 小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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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猛失败 哈哈哈哈 如果当心你们觉得太麻烦 但是还是要抽地瓜抽的话 你们可以买现场这些的 因为非常方便台湾什么都有 今天这种不同的地瓜做出来的抽 你们觉得你们喜欢的话 能做一两个抽 做出看 台湾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瓜 还有功能也不一样 还有很容易买掉了 所以你们也买针或者烤 或者做这张的菜看一下 还有做炸的时候梅子粉呀 或者常有呀 还有不用忘记 烤菜 哈哈哈 地瓜 比如说台湾的地瓜抽 我做的地瓜抽 韩国有点不一样 绵绵的QQ的感觉 皮也不会那么薄 厚厚的 但是还是蛮苦的 未来有一些的 我们觉得普通的食材 但是我觉得很特别 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的 食材的话呢 我今天一样介绍 听给你们呀 不用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频道 送用开箱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还有按赞一下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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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